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几个加拿大的热门话题 保证让你耳目一新 首先 让我们看看魁北克省最近的一项法庭裁决 维持了一项禁止公共工作场所 佩戴宗教符号的法律 这个被称为21号法案的决定 引起了不少争议 特别是在少数群体中 有人说 这是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也有人担心 这会让特定的群体 难以在公共领域找到工作 是不是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别担心 我们还有更多轻松的内容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太阳 食品眼镜 是的 你没听错 随着4月8日日时的临近 加拿大人正疯狂寻找这些特殊的眼镜 想知道哪里还能买到吗 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可能是你的答案 嘿 谁说科学不可以是一场冒险呢 最后 我们来聊聊那些在社交媒体上默默传播科学知识的医生们 在这个充斥着假消息的时代 他们用引人入胜的内容和准确的数据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 真是太酷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加拿大简报 希望这些话题能让你感到既有趣又有收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感到被排斥 魁北克的世俗主义法令困扰着少数群体 南华早报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项法庭裁决 维持了一项禁止公共工作场所 佩戴宗教符号的法律 这一裁决被谴责为歧视性的 这项被称为21号法案的法律 于2019年出台 禁止在权力职位上工作的人 佩戴头巾 头巾和犹太教原貌等宗教符号 这一裁决受到少数群体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一法律针对西克教徒 穆斯林和犹太人等群体 该法律禁止教师 警察和政府律师等人 佩戴宗教符号 批评者认为 这将使这些群体 无法担任重要的公共服务职务 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60%的犹太受访者认为 自从该法律出台以来 他们在魁北克社会中的接受感 已经恶化 同样 78%的穆斯林妇女 表示持相同观点 该法律被描述为歧视性的 并违反了宗教和言论自由 批评者正在探索法律途径 来挑战这一裁决 太阳食品眼镜 在多伦多的货架上销售一空 以下是你仍然可以找到他们的地方 多伦多星报 数百万加拿大人将于4月8日聚集在一起观看日食 尽管多伦多不是最佳观测地点 但他们已经安排在3月底发放近3万副免费的日食观测眼镜 这些眼镜也可以在Walby Parker商店购买 截止日期为4月1日 也可以在多伦多大学的Gurstein科学信息中心和Roberts图书馆获得 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将在其全国办事处有限数量地出售这些眼镜 一些医生在他们的在线内容中偷偷地加入教育元素 以淹没错误信息 多伦多星报 医生和研究人员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来对抗医疗错误信息 他们通过科学支持的引人入胜的内容来淹没这些平台上普遍存在的虚假信息 通过使用引人入胜的标题和缩略图 他们可以吸引观众 并利用这个机会教育他们重要的医疗话题 一些最有效的科学传播者使用了类似于传播错误信息的策略 比如易于分享的信息图和个人故事 但是他们用准确的数据来支持这些内容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如何改变了温哥华侨民的生活 六个月过去了 加拿大CBC 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联系的温哥华人 感受到了以巴战争持续的痛苦和紧张局势 大温哥华地区有超过2200名巴勒斯坦裔 和约2000名以色列裔居民 自2023年10月 哈马斯发动对加沙的袭击以来 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报复 一些温哥华人通过食物找到了社区 比如拥有一家巴勒斯坦餐厅 并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筹款的Sobiasabayli 其他人则倡导两国解决方案 组建团结团体 为社区提供自卫 并将经验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进行比较 这是苦乐参半的事情 经营40年的影片租赁店即将关闭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温尼泊的独立租赁店 Video King将在经营40年后关闭 这家店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业 即使连锁租赁店因流媒体服务的兴起而关闭 它仍然设法吸引顾客回流 然而好莱坞罢工和Covid 19大流行导致业务下滑 店主格伦 富尔决定关闭店铺 富尔计划暂时继续经营分销业务 Video King将于4月6日关闭 庆祝爱尔兰和加拿大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加拿大环球邮报 爱尔兰驻加拿大大使伊蒙 麦基强调了两国之间牢固而历史悠久的关系 他讨论了爱尔兰人在历史上对加拿大的贡献 从军事人物到建筑师和妇女参政权斗士 他还指出了加拿大对爱尔兰的贡献 特别是在19世纪为爱尔兰饥荒难民提供帮助 和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做出的贡献 麦基强调了理解和探索过去 以建设更美好未来的重要性 政治简报 维恩、格雷茨基、让、夏雷、特鲁多总理 将在布赖恩、马尔罗尼的国葬上发表讲话 加拿大环球邮报 维恩、格雷茨基、让、夏雷和詹姆斯 贝克尔将在前加拿大总理布赖恩 莫尔罗尼的国葬仪式上发表道词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也将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但联邦保守党领袖提埃尔、波利夫雷将不会发言 莫尔罗尼曾于1984年至1993年担任加拿大总理 并领导加拿大进部保守党 他的葬礼将于3月14日在蒙特利尔圣母院举行 莫尔罗尼于2月29日去世 享年84岁 在一个没有教室或截止日期的多伦多高中里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的玛利、沃德天主教中学是一所与众不同的普通学校 它是多伦多唯一一所完全致力于自主学习的普通学校 也是加拿大大约6所这样的学校之一 学生控制学习的节奏 决定每天想要学习什么 并自己创建作业 他们还可以设定自己的截止日期 同时满足省级课程要求 学校是专门建造的 没有传统的教室 相反 特定学科的大型部门区域由教师监督 校长迈克尔、维策尔认为教育需要进行彻底改革 而玛利、沃德已经做到了 学习模式的影响很难评估 但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计划进行一些研究 与过去和现在的学生联系 学校以高学术成就而闻名 学生在教育质量和责任办公室 进行的标准化测试中表现优异 例如 2022-23学年的EQO测试结果显示 与全校和全省的平均水平相比 玛利、沃德学生在达到省级标准的 九年级数学测试和高中读写测试上的得分 约高出十个百分点 根据维策尔的说法 学校几乎没有纪律问题 由于各年级的学生整天交往 没有区别或等级结构 所以相比于传统学校 恐吓和欺凌现象较少 总的来说 对于高度积极 具有良好时间管理能力 并渴望深入研究感兴趣领域的学生来说 自主学习是很好的选择 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的副教授托德 卡宁安说道 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约翰 波特利欢迎更多的学习替代方法 这些学校存在一种偏见 他们只是存在于最低限度 我认为他们应该更加普及 他说 我不相信一刀切的方法 传统公立学校的问题 就在于他相信一刀切 英国皇室 为什么要对威尔士王妃的照片 进行大幅编辑 来参加我们的新闻测验 加拿大环球邮报 环球邮报的新闻测验 涵盖了各种时事 以下是一些问题和答案 一 哪位著名的加拿大人称 联邦政府提出的网络伤害法案 为奥威尔士 答案 李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二 为什么美国众议院 本周通过了一项 可能禁止TikTok在该国的法案 答案 C.其与中国的联系 引发了隐私担忧 三 在一张公主的官方照片 被曝严重篡改后 皇室给出了什么解释 答案 D.凯瑟琳想尝试编辑 四 外国干涉调查的负责人 授予反对党对证人 进行质询的权利 调查还授予了一位 目前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人 这个权利 他是谁 答案 B.前保守党领袖 埃林 奥图尔 5.哪个加勒比国家的总理宣布 将辞职 答案 C.海地 6.加拿大正在为下个月的一次 几十年一遇的日食做准备 在这次事件的路径上 哪个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答案 A.蒙特利尔 7.现在可以确定 美国总统乔 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将在今年11月对决 上一次同样的两位候选人 连续参加总统选举 是在什么时候 答案 C.1956年 8.在一项调查中 大多数青少年 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情况下 如何描述他们的感受 答案 A.快乐 公共交通的未来不是 超级高铁或高速列车 而是你的智能手机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Strappang一书的作者 Teris Grasco的说法 TransAdapt等路线规划应用程序 通过提供用户 关于公交车和火车 到达时间的实时信息 帮助提升了公共交通的使用率 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Transit 允许用户追踪车辆的进展 并在全球300个城市设有业务 该应用程序还显示 公交车的拥挤程度 这有助于用户规划行程 然而 Grasco表示 尽管一些城市 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交通应用程序 转而选择Transit 但只有当与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相结合时 他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潜力 金融危机 可能会危及大西洋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本地新闻 纽约时报 在新布伦瑞克省以外的大西洋加拿大地区 拥有大部分报纸的两家公司可能会解散 这可能会使该地区除了广播公司外 没有任何传统新闻媒体 这两家公司 Saltwire Network和The Halifax Herald 在过去五年中拒绝报道 或只支付了4000万加元 3030万美元的债务 并欠政府近500万加元的HST 这两家公司解散和申请债权保护的举动 正值新闻媒体 无论大小都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刻 Catherine Bradbury 我们能享受早春吗 还是应该担心其影响 多伦多星报 由于持续存在的气候危机 加拿大人对春天的到来感到矛盾 一方面 人们希望庆祝这个季节带来的美丽和新生命 但另一方面 他们感到内疚 因为在有这么多环境问题 需要担心的情况下 他们对未来感到乐观 这篇文章探讨了毒性积极性的概念 即人们感到有必要始终保持积极和乐观 即使面对严重问题 然而 文章认为在绝望和乐观之间找到平衡是重要的 人们不应该忽视气候危机 而是应该利用他们的积极性来赋予自己力量 并采取行动来产生影响 文章还强调了 气候变化对未来一代的影响 年幼的孩子们正在不断意识到气候危机 并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 然而 重要的是给他们带来希望 并向他们展示 有人在为积极变革而努力 作者建议 与大自然建立联系是欣赏世界之美并感到保护动力的一种方式 通过享受与自然界的小小亲近时刻 人们可能会更有灵感去采取行动并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鼓励在认识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和寻找希望与赋予自己力量 以创造变革之间找到平衡 马丁、雷格、科恩、提埃尔、波利夫雷总理 这对道格、福特来说是个坏消息 多伦多星报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和联邦反对党领袖提埃尔、波利夫雷都是右翼人士 他们之间没有个人或公共关系 两人之间的差异更多是风格上的差异 波利夫雷更具对抗性 而福特更具魅力 福特更加注重执政的现实和安大略省对中间立场和妥协的倾向 而波利夫雷则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 福特还将自由派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视为自己真正的对手 两人在安大略省拥有一支共同的支持者联盟 这两位政治家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或情感 为什么鲍博? 雷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上是正确的 以及马尼托巴省如何为省级政治树立榜样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星报刊登了读者就各种话题的来信 一位读者赞扬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鲍博 雷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并认识到和平需要双方都想要 另一位读者赞扬马尼托巴省省长瓦布 激扭的进步领导 第三位读者建议贾斯汀、特鲁多暂停探税 并制定新的气候计划 以缓解生活成本 并促进更有成效的政策辩论 另一封信批评多伦多市在错误的地点 发布公开会议通知 最后一位读者捍卫毕加索的杰作 格尔尼卡 并认为支持种族灭绝的政府才是失败的 加拿大对北约的承诺与退休人员支出增加 发生冲突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最近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支持增加国防投资 以满足北约国防开支占GDP2%的目标 然而 加拿大在筹集国防资金方面面临挑战 因为之前的政府没有充分规划 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不断增长的成本 对65岁以上加拿大人的老年保障和医疗支出的增加 已经挤占了其他优先事项的资金 包括国防 作者建议需要更多的对话来应对这些挑战 包括重新考虑税收和控制老年保障和医疗保健支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